五个激活肾脏的回春穴 每天按一按补肾助阳 让你肾气满满 这五个穴位是激活肾脏的回春穴 如果你天天很疲惫 经常感觉腰膝酸软 头云耳鸣 小便频繁 咽尿增多 甚至是出现了欲望减退 功能下降等情况 可以收藏起来每天按一按 让你肾气满满 第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永泉穴 这个穴位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这是肾经上的第一个穴位 肾气肾水 就从这个穴位往外用 有散热生气的作用 同时也是一个急救穴位 能够调理大小便的异常 头痛头晕等问题 还有因为中暑 癫痫等引起的晕厥 都可以刺激这个穴位 第二个是太溪 它是肾经的圆穴 肾经的水液 在太溪这个位置就形成了溪流 循着经络传输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 滋阴助阳 强壮 腰肾 如果你平时有肾经亏虚 导致的 头晕头痛 失眠健忘 疑经 阳尾 或者是肾阴不足引起的咽喉 肿痛 牙痛等问题 就可以多 暗柔 太息 第三个穴位是肾疏 肾脏的背书穴 它是膀胱经上的一个穴位 肾与膀胱相表里 这个穴位呢 为腰背部 腰为肾之腐 所以它也是肾气贯注的位置 如果你有腰痛耳鸣 听力下降等问题 可以多暗柔这个穴位 再一个是命门穴 也在肚脉上 刚好在肾疏的中间 你听它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穴位的重要性 它能顾本培圆 强壮腰膝 向着男性的功能下降 比如说胰经滑蟹 阳尾早蟹 或者是女性的月经不调白带的问题 都有调理效果 最后一个是腰阳关 这是都脉上的一个穴位 都脉是阳脉之海 腰阳关这个穴位大补腰肾阳气 还能散寒除湿 疏筋通络 能调理腰部的疼痛 下肢无力 女性的月经不调白带异常 还有阳尾早蟹等功能下降的问题 好了 这就是沈医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